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6号 今天我要跟各位聊个话题 跟新冠病毒有关系的 就是瞻前与顾后 瞻前与顾后 什么叫瞻前与顾后 任何一个公司、航号、团体 部队、学校、任何一个团体 只要是团体,不是一个人的 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瞻前与顾后 就是看前面也要看后面 领导者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那个庄子里面曾经讲过 那个道直的故事 道直的徒弟问他说 师父啊,我们做干强盗这个行的人 有没有一个一套道 所谓道就是道理跟道德 这个道直跟他讲说 怎么会没有呢 那他徒弟说愿文其详 那个道直就讲了说 先入永也 这个第一个先进去是永 但是呢 这个在先入之前 他先要踏勘 踏勘字也 就是他需要用智慧来判断 怎么进去 用什么手段 先计划嘛 先踏勘 这是字也 那第二个是先入 我先进去 万一那里面有保镖 或者里面有恶犬 或者甚至有暗器 射死我算了 是射死我 不是射死你们 因为我是贼头嘛 我要带领你们进去抢劫跟强盗嘛 都偷窃嘛 再来就是 后出 后出就是一眼 就是 你们通通撤退完了以后 我最后一个撤退 因为人家可能发现之后 事发之后 人家来追我们 那些保镖要来追杀我们 追杀我们的时候 你们先逃 你们安全之后 我最后一个 我垫后 如果被抓被杀是我 领导者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然后再来就是 好 窃盗出来的东西要什么 要均分 刚刚讲说 那个均分 人也 就是你是仁义道德 要均分 而不是你独吞 你是老大 你要独吞 我曾经讲过 海军的那个军阶就是 那个金杠 就是按照那个金杠 越粗的就是分的越多嘛 这是海军 那个军阶的那个来源 那这些都题外话 如果各位常常看我的东西 我常常会旁征薄影 我先来讲一下 领导者 必须要有这样 所谓的沾钱 就是先计划好 这个事情的 这个趋势是怎么样 因为很多事情 今天我们没有见过 再来就是顾后 后面会怎么样 因为当你是一个团体的事 一个大团体 团体越大之后 它就伟大不掉嘛 就不是你一个人 就比如说你自己武功高强 可是你 你要参加战斗 你打不过人家 为什么 双拳难敌 四手 好汉 架不住人多 你必须向团队来跟人家对打 两个团队对打 团队要对打 你就要知道 你的团队到底有什么优势 有什么劣势 这就是什么 沾钱顾后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经营工厂 有一千多个人 那时候来个台风 我三天三夜没睡觉 从台风来之前 我就准备防台 做好防台准备 等到台风来了 会有多大 会多持久 都不知道 那那个据说上海在 在我去那时候 60年之内 没有来过台风 所以上海 我们公司里面 没有一个人超过60岁的 所以上海人 没见过台风 可是我是从台湾去的 我见过太多次台风 从小都经历过太多次台风的经验 各种各式各样台风的经验 非常丰富 所以要怎么样防台 从小看父母怎么样防台 然后再来就长大之后 自己领导 现在我领导一个公司 我必须要生鲜事足 我必须要所有的赤壁公轻 因为他们没见过嘛 所以我从头到尾 都是我希望好的 所有能够 因为它是正常运作 三班倒 就是24小时在运作工厂 我没有让机器停工 全部都没有停止 有任何的损害 马上就施救 那留下一些适当能用的人 那我立刻就发什么 我不是说给你发奖金什么 我直接发你特殊的加班费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非常时期 所以我的处分都是直接了当的 甚至于隔天 或者是在这个台湾一过之后 这三四天嘛 过了之后 我立刻就发钱 当众发钱 我绝对不会说 等到你下个月观想的时候 你才会收到 没有 因为你的劳力我都看到了 但是我曾经讲过 最危险的工作 我没让他们做 我自己亲自去做 在屋顶上去 去拉雨棚等等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受过 那个危险的训练 简单讲 就是一个没有受过 消防训练的人 你叫他到火场去 他就是送死 那你可能要 给他们更多的安家费 而且你还要心里面 还要终身的遗憾 那不必要 危险动作我来做 我是领导者 我来做 因为如果我不做这些动作 我们损失就是几百万 比你赚的还要多 损失比你赚的还要多 这就是什么 瞻前顾后 我刚讲那个倒直的那个例子 就是这样 那就是所谓道义有道 所以做任何事情 庄子只给我们 用辉谐的方式来表现 做一个领导者 不简单 要瞻前顾后 现在我们来套用在 这次新冠病毒上面来讲 瞻前 什么叫瞻前 就是你做任何 因为新冠病毒就像疫情一样 它从来没有人见过 从来没有发生过事情 现在你是领导者 你不能说站在后面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那什么 大海航行靠舵手 你就是舵手 元首指挥者 你就是舵手 我们要听你的 看你怎么玩 跟着你玩 你要指导我们啊 那大家都没见过的话 如果是这个时候 选出来是个废物 是个农包 大家就自食其果了 所以现在有人 现在有的 有的那个 那个那个市长说 中央再不再不给疫苗 我们要自力救济了 自己想办法 其实每一个地方政府 都应该可以自己想办法 自己去搞疫苗 因为你你用的 你用的卫生系统 是每一个 每一个地方自治的团体都有嘛 各个市都有嘛 乃至于县证都有嘛 都有这个经费嘛 那没有预算的话 这也是一个特别支出 这都值得 因为这要救命啊 你还要跟什么报备 拿到先拿到疫苗来用 但是疫苗有的是好的 有的是那个 是还有疑虑的 但无论如何 这就是什么 你要沾钱 就是像比如说 我们原来说是 现在是三级警戒 三级警戒要警戒到 六月八号 现在又延长了 要延长到六月十六号 要再延长至少一周多 那这样子的话 那很多企业就已经宣告 宣告这个支撑不下去了 全公司的人全部支钱 支钱是要按照牢机法 它是合法的 合法支钱 但是我没办法经营了嘛 因为没有营业 企业没有开工就颗粒无收了嘛 一马钱都赚不到 赚不到他就撑不下去 撑不下去就投资资本额 投资资本额完了之后 股东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只能够就是潜散倒闭嘛 就这样关门大吉就这样 那有多少的行业是关门大吉呢 这个很明显嘛 因为你不能群聚 只要有需要群聚的人 人潮就是前潮 只要需要吸引人潮的地方 通通都禁止了嘛 所以你看旅游业 观光业 还有餐饮业 娱乐业 这些艺文界等等 可以列得多 还有工厂 学校 这些补习班 那个体育场馆 还有健身房 现在热门的健身房嘛 舞蹈教室等等 这些全部通通都没办法营业了 那个学校也不行了 补习班当然也不行了 所以这些人都是被迫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 天灾吗 对了 面临天灾 我刚刚讲 那个台风就是天灾嘛 要有方法 这领导者也有方法 那你必须 你讲说 我们现在要延长这个三级警戒 要延长在 原来6月8号 要延长在6月16号 那你再延长了这几天 这些企业就撑不下去了 原来他还已经很痛苦了 已经受不了了 可是这么一延之后 完了 再来就是锁国 锁国之后跟国家 别的国家没有这个 没办法沟通的时候 这里面问题很多 这些问题都是领导者必须要想到的 领导者必须要锐智就是什么 就是人家想不到的 你能想得到 这才叫做领导者 那现在这个沾钱 就是我们就开玩笑说 什么叫沾钱 不是我没有讲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当政者 不是说有什么 前瞻计划吗 说多久以前就部署了前瞻计划 前瞻个什么东西 你现在碰了这个新冠病毒了 你前瞻什么东西告诉大家 你现在 前几天我就讲过说要纾困方案 你看果然没错 昨天就开始 有立法委员 各个政党的立法委员都已经提出来 很多人民情愿说他公司倒闭 经营不下去 现在要遣散 遣散之后 这个劳工局也介入也没有用 因为这是一个大难嘛 一个大灾难嘛 空前浩劫嘛 那谁也没办法 公权率也无法介入 怎么办呢 那他们讲说 是不是能够缩短这个防疫期 这个是有困难 因为医学上就是这样 而且现在这个新冠病毒 正在跟我们肆虐当中 所以那也没有办法 那前瞻就是说 你要做这个命令之前 你要先想好国库里面要提拨多少钱出来 现在这就不是在发三倍券了 跟三倍券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 这是真正的要考验你如何面对这样子的难关 各位可以看看我们的八年抗战怎么打的 对日抗战 那个国共内战怎么打的 然后我们在台湾的生据教训是怎么样子的 蒋中正蒋经国等等的人 他们是怎么样度过这些艰难困恶的 这些东西都是值得参考的嘛 这些这就是叫所谓前瞻嘛 也就是现在讲的瞻前 那我现在直接跳过 顾后 顾什么后 刚刚讲过 你现在你要做这个政令之前 它一定会有的反应 就是刚刚讲过的 就是你先要准备提拨这个 纾困方案跟纾困基金 因为企业倒下去就起不来了嘛 那国家经济就完蛋了嘛 反正种种都要你都要先沾钱 另外还有还有个顾后 顾什么后 我举一个大家最不愿意听的例子 就是现在不是一下就死了300多个人吗 那两天死了6个人 这个案子是最近发生的 那实际上累积按照那个校正回归 这个以词害义的这个术语 校正回归 反正你回归的结果就是 总死亡人数350多个 那现在的那个经过那个确诊 检验之后确诊的 有3500多个例子 现在已经已知就是这些 这些数据嘛 这些数据 其实有的人讲说 有很多新闻是什么 是假照的 有很多信息是假照的 我想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好必要假照 你只要新闻画面上 比如说什么疾病管制局好了 它的后面看板上 你就把它列出来 已死亡多少人 哪一天死亡多少个人 把这个数字就在那个后面的看板上出现 谁要假照 哪一个敌方的人想要假照这些信息 都假照不了嘛 再来死亡的是哪些人 就像你就像那个大专联考放榜一样 你上了黄榜了 你死亡了 你周遭的人通通都要注意 就像有人讲说 现在有一个人在左营发现一个这个案例 那个我家人很紧张 那你要注意哦 我就吃饭的时候 我问那个自主产老板 那自主产老板说 他不是在这边 他去过哪些地方 他告诉我 他没有到过我们这里来 那现在不是联名字吗 就是每次都要写签名 然后写电话号码吗 还要去量体温 还要用酒精消毒手吗 你才能够去餐厅打菜 然后餐厅现在不能吃 都要拿走吃吗 凡子种种我觉得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信息要正本性言 就是你不要光在那边 带个口罩跟人模人样 在那边讲说我们防疫最好 防疫线的破孔了 破孔你就把那个什么回归不回归的 你就把那个死亡哪些人在什么地方 我讲过五个W一个H嘛 在哪里死亡跟哪些人接触 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 用了什么用具 接触了些什么东西 然后最后我们如何处理吗 好 凡子种种都已经讲过 就是现在要考验一个领导者的能力 并不是说有的人讲说陈思忠 被怎么样搞在悬然意气 我说一个大男人你去气个什么东西啊 就像人家拿斧头劈你的 你都不能哭啊 因为你责无旁贷 你站在最高点 就是子渊身在最高处 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我讲过 我以前当总经理的时候 很多人都想要给我上眼药 穿小鞋 说我擅自做主 怎么样 比如说我发奖金吧 我刚刚讲过 救灾的人我就发奖金 没有救灾的人没有 不是通通有奖 OK我发奖金的时候 我不但让他签名而且这个事情在公公开 找会的时候发 公开发 我不会私下发 你想要跟我 跟我点谁给我点眼药的人呢 我就要他死 就不让他存在在我的公司里面 因为你是一个混账王八蛋 就这么简单 同样的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们都要管制这个网路上的这些假讯息的方式 除了用那个王警去抓之外 你抓到你要重罚他嘛 因为他一定有某种目的嘛 他为言耸听 一定有某种目的嘛 最大的目的就是敌方嘛 就是中共嘛 阿共嘛嘛 那还不简单 随便都可以摘张到阿共身上嘛 但那不重要 重要就是你要有一套方法来罚他 他是不是讲的不正确 或者是他以偏概全 比如说要以偏概全的话 法官律师检察官 那个警察都会啊 只要懂法律人都会懂得以偏概全嘛 明明是这样事情 他轻描淡写 把他偏离主题 然后那个偷换概念 这就是狡辩的手段嘛 我刚讲的那些专业的法 宋棍啊简单讲就宋棍啊 跟法律有关的人都会嘛 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嘛 就是这样 那今天我们的所有的领导者 国家领导人都是学法律的 都是宋棍出身的 他们都学过所谓的这个辩论逻辑 这些东西嘛 一般人是玩不过他的 但是工程师医生 这些人他们是具理力争的 他们只相信一个真理 实践检验真理 现在面对的病毒 病毒不会跟你玩诡辩 病毒怎么玩花样你都不知道 只有科学家才知道 第一线的科学家 在电子显微镜上 看他的变化 有变种 跟原来昨天不一样了 又新的又新的 一下英国有新的病种 然后在中国大陆又有了 美国又有了 那你看看多严重 我曾经讲过这个变异 就是他的一种所谓演化 evolution 我们以前讲进化论 叫做evolution 翻译成进化论 其实是演化论 那所以那个连病毒 他自己都会更新 他会变成不同版本的 新版本的越来越强 你用这个疫苗 你杀死我了 你现在再研究吧 我现在第二代 你要用更强的疫苗 然后杀死我 等到你那个疫苗 研发成功之后 我已经变成另外一种了 你杀死的是我前面那一辈的 可是 这个病毒何其多 疫苗何其少 那正本庆元不是就讲了吗 就是消毒嘛 戴口罩嘛 然后不要群聚嘛 简单讲就是三药绝而已嘛 消毒随时勤洗手 用那个消毒 然后不要到公共场所群聚 只要群聚都不要 然后再来就是 戴口罩免得空气传染 还有不要接触嘛 群聚就保持距离 就不会接触嘛 远距嘛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重点 那我刚刚讲的 瞻前有个顾后 顾后就是什么 这个染疫死亡的人 可是我就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新闻有报道说 他们如何处理这个尸体 还有这个染疫的人 是不是要进医院 用正常的那个管道进医院 现在只要是大运 比如说 那个海军左营医院好了 就是以前海军左营医院好了 他在那外面有搭一个帐篷 那个帐篷就是专门处理这种 这种可疑的这种病症的 你进大天去门诊 去看什么病的话 他一进去的时候 先第一个给你量体温 第二个就是消毒嘛 体温正常的人才能进去 体温不正常的人 当场就给你筛检 到旁边去了 那另外就是 如果是从外面来的 我说这边老人社区里面 前几天有一个 有一个人不知道是什么病 据说他不是染疫死掉 他可能是其他重症死亡或怎么样 不知道 反正轮椅还在那个公园里面 那我说那个案例 那我就怀疑说 因为去来接他的那个人 我以为是藏仪色的 因为他穿的全部武装 整个防护衣戴的那个 戴的那个面罩是很大的面罩 像太空人一样那样子 那那个就很明显 因为你要接触病患 接触尸体 如果染疫的尸体的话 你因为距离很近 没有保持距离 所以很容易就被传染 另外他所经过的地方都要消毒 他的房间都要消毒 这些东西就是说 你不能保密说 死了一个人之后 那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先搞清楚 搞到现在我还没 我住在同一栋大楼里面 我还不知道是哪一户是谁 没有人知道 你说你说所谓的里长 林长是干什么的 都是四位素参嘛 是不是 有人在这不归我管 那不归我管 那归谁管 林里不是要守望相助吗 结果现在是到底哪一个人还不知道 反正一个理由就是 他不是染疫 他不是染疫者 至于他有没有死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人已不推回去 都不知道 那你都不知道这种就是什么 就是巨剑法 剑射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只管是把剑锯掉 我是外科 我把剑锯掉 那个在身体里面的部分是内科的事情 不是外科 这是效法 巨剑法 推卸责任 现在关键 现在是一个防疫期 随时都可能染病 尤其住在同一栋的人 到现在为止 已经那么多天了 大家还悠哉悠哉的 好像一点也不恐惧 他死了就死了嘛 就之前有一个人死的时候 尸体都发臭的时候才被发现 大家很悠哉的认为 老人死了这边常常有嘛 那就是用这种态度 现在罗斯都还没上井的话 那老人社区是高危险区 这个新冠病毒要抓的 要抓走的人 第一个就是老人 还有有慢性病的 老人通常都有慢性病 所以你这就是要顾后 顾什么后 我刚刚讲过已经死的人 要立即火化 要立即火化 你看看 回教伊斯兰教的 那个信徒是人死之后 72小时之内要下葬 那其他的还有一些宗教 比如说佛教 佛教没有什么 什么七七什么的 他那个都要是火葬 以前的人是火葬 那火葬是因为开放式的 所以温度不够高 会烧出色粒子 很多的宗教都是要 立刻就要火葬 为什么 因为当年他们在沙漠上的尸体 很容易就腐烂 就腐败 腐败就会有传染病 是因为基于古代的那个智慧的遗留 所以他们要很快的处理尸体 不管是清洗 然后就怎么样 是掩盲还是焚烧 等等等 都是从历代的 他们那时候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 但是他们就知道 必须这样处理 否则的话会害到其他活的人 这个概念应该有 那我不知道现在的那些 这些染疫的人 我那天看到那个人 我以为是那个女的 穿的全副武装的 有人带路去他那边 他连脚上都套着 那个塑胶的鞋套 手上也是塑胶的 然后脸上是带的是那个 亚克力的那种 透明的那个大面罩 再带着 带着头盔 全副武装的 我在以为他是去收尸呢 那据说后来说是那个 还有救护车在外面 是用救护车给他运走的 就表示他没死 那没死的话 因为去最接近他的那个人 是这样子防护的 那我相信这个一定一定 一定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但是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顾后嘛 顾后就是你后面的人 我也没有看到媒体有报道说 现在的藏医社是怎么样处理这个尸体 医院是怎么样处理这些染疫者 染疫者如果说你按照正常通道的话 你整个的整个通道都要消毒 他应该是什么 所谓的方舱医院嘛 就是现在我讲的那个 在外面医院的外面的空地地方 另外盖个帐篷 那种染疫的有可能染疫的那种 是放在那里面去 而不是放在医院的 那个原来的那个门诊大楼里面 或病房里面 他是放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的这个毒性非常之强 随时都可能夺人性命 立刻会传染 群聚感染等等 所以我想说 现在我们讲说 我们现在当政者 不知道是什么前瞻计划吗 我说你也不要前瞻了 你也不要说什么 这个有多么高瞻远瞩了 你现在瞻钱吧 你先看看 现在你要所有工厂学校停工停课 那你会影响了经济层面 之前那个日本的那个 那个国会议员 咨询日本的首相说 台湾的防疫效果很好 你有什么看法 结果那个日本的首相的回答 他没有回答什么台湾 没有说台湾防疫效果非常好 他没讲 他只讲说台湾的那个台湾跟 第一个动作就是跟大陆切断 让大陆的人不能进台湾 锁国台湾人也不能去大陆 所以什么台干回不来了 或者台干回台湾度假也回不去了 就给你中断了 海峡两岸就隔断了 隔断 他说因为台湾依赖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 非常非常的那个程度非常之高 可是台湾敢这样做 但是日本不敢这样做 因为日本也也要仰赖中国大陆的经济 他很多东西是外销到日本去的 他只讲到这边 他并没有说日本要学习台湾 要锁国 他只讲说台湾这样做 日本是办不到的 他只这样讲 那台湾原来自诩自己的防疫的 非常之成功 现在破功了 一切都是很明显 我刚讲说一个领导者 他必须要瞻前顾后 人家员工看不到的他要看到 我说过在上海60年没有台风 所以没有一个60岁的人 所以他们没有看过台风 他不知道如何防台 我是台湾人 我经验丰富 我领导他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而且好在我从头 从开始上任的时候我就做军信 所以我一个命令 大家这个人做什么 那个人做什么 全部把它分配 马上就去做 他都知道自己该在什么位置 该干什么 不会每一个人都想当领导 他手背的背后 他妈的 人模狗样的 不会 全部 因为我自己都爬到屋顶上去了 他们还能够怎么样怠惰 怠惰我从屋顶上都看到 屋顶被瓦被吹跑了 露天了嘛 那我从上面 我都可以大吼大叫对他们 他们知道 最危险的工作我都包了 那他们能算什么东西 但是我还是发奖金给他们 因为他们 毕竟他们仍然做了一些加班嘛 以上就是我看的这个 瞻前顾后 现在是在考验领导者 考验我们国家团队 所以我们团队到底懂些什么东西 不要只会选举 只会骗票 这个时候就看你的能力 到底能耐在哪里 也不是说你的 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博士论文 是不是造假 这些东西都暂时 不要暂时不论 论的是看你怎么指挥这场战役 以上吴宗成跟各位分享 谢谢